在紧张的生活当中 能够来杯咖啡 真的是小确幸 您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了 平价咖啡路易莎 短短两年时间攻占了大街小巷 现在开店数已经来到了 全台湾第二大 还要进军到泰国跟中国大陆去 其实路易莎也曾经营收惨淡过 后来是如何放手一搏的 陈雨珊来告诉我们 原本只有咖啡 到现在有减餐点心 甚至是自己的中央工厂 路易莎历经了转型阵痛期 从原本的年获利5000万 到现在飙升到17亿元 甚至要进军海外 成为席卷咖啡市场的新势力 滑顺嘛 柔顺这样 就是它本身喝起来并没有说 会让人觉得很苦涩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它的香气会比较足 你看起来在这样一个地段 然后有这样一个咖啡店 会想要走进来 他们口中的这个品牌 您应该不陌生 是近期窜红的评价咖啡路易莎 成立12年 但短短两年内 全台电数从100家爆增到300多家 即将要进军泰国和大陆 成为继85度C后 第二个插其国外的评价连锁咖啡 成长秘诀是什么都自己来 来到国内连锁咖啡品牌的烘豆区 这里光是机器设备就砸下了上千万元 而这一台一天能够轰大约3000多公斤的生豆 等于换算下来 一天能够出产13万杯的咖啡是全台最多 光是机台就够一层楼半 透过真空吸取咖啡豆 坚持自己紧盯流程和数量 不外包才能掌握豆子最精华的三个月少未起 烘豆前咖啡豆保存在恒温恒湿的桶内 前置作业要确实 否则咖啡容易走位 好的生豆它闻起来也是会有很新鲜 然后看到豆表它是很翠绿的 这一支是卢安达 从卢安达肯雅到巴西哥伦比亚 网络全球各地多达40种咖啡豆 直接和当地小农采购确保品质稳定 但比起普通豆子平均美金贵了100元 等于一年多支出千万以上 加上定位在平价 每杯落在百元以下很难涨价 尤其咖啡期货价格波动大 最初几百万的创业资金几乎赔光 压力大到都要吃抗油油药 如果只卖咖啡风险当然是相对比较高 所以当你整合更多的资源 像蛋糕跟早餐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平衡 所谓咖啡期或造成的冲击 小山丘的状态 然后到店家之后 店家还会再跑上柠檬丝 一个个黄嫩饱满的金凌塔 成了路易莎甜点秘密武器 糖 柠檬汁 蛋黄 蛋白和奶油 只有五种原料在热锅搅拌 主打纯天然 饼皮同样手工制作 在极尽调配好的柠檬馅 冰镇冷藏才成型 看似简单 但光研发口感就花半年以上 总盈女非常地怕酸 所以其实她第一次吃的时候 就是脸都皱在一起 然后就说 这个真的很酸 然后又说不错不错不错 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去更改 它的微调 它的比例 用酸甜滋味带出口中的咖啡香 一天卖出3000个 还有烤布雷 乳酪蛋糕 中央烘焙房每天生产 10种以上的产品 但甜食提升营收的力道不够 要冲破瓶颈 还要靠卖解餐 我现在是104 100 一片百公克的厚实肉片 里面80%都是猪肉 再将墨西哥辣椒和调料一起搅肉 在定一关就先做好调味 炙烧过了之后 它的油香会更提出来 炙烧3到5秒 接着放凉 冷藏锁住香气 花千万租房买设备 一天能出5000片的猪肉 供应全台门市 店员只需要微波加热 加进生菜起司在包装就能上桌 还有吐司方便带走的餐点 早餐时段开卖 比起对手星巴克以咖啡为主 85度C重糕点饮品为辅 路易莎多了咸食强项 尤其早餐占了餐食营收三分之一 明年要复制模式到对岸 七八分是最近开的吗 半年 开不到半年 才40岁的老板黄明贤 带着一卡评箱亲自考察 锁定深圳和上海两个一线城市 待了十多天 观察消费近百家的咖啡店和手摇影 立刻发现市场跟台湾有段差距 在台湾我们早上都一定要吃早餐 然后吃三明治 可是在中国他们主要早上吃的是小笼包 早餐可能比例会降低一些吧 那主要我们会全力在下午茶 就是前面这个动作是门针 就是让它的味 香气可以更加的出来 进军海外策略要调整 但原本的坚持不能少 店员每个月有培训考试 包括优雅的手势 桌面干净程度 还有咖啡色泽 味道 主考官都随时笔记 舌头会色色的 对 因为它会让舌头卡卡的 就是不舒服 因为它刚太紧张 所以冲太快了 你在专心冲的中间 还要一直持续的 就是跟客人有互动这样 所以之前有吐嘴过吗 有啊 一定会 训练SOP话才能确保 不同人安泡的咖啡味道相近 也从环境下手 原本小街边店以外带为主 转型成越览间交易厅的K书区 和对手做市场区隔 让它从原本年获利5000万 飙升到新台币17亿 一般咖啡店呢 为了要提升翻桌率 他们不希望客人在店内待太久 可是呢 路易莎反其道而行 他们在每一个座位呢 都加装了插座 因为他们认为呢 只要在这段期间之内 客人有可能饿了又渴了 也因此他就有机会 再度掏钱消费 他会觉得人很多 就代表你这间店生意很好 他就愿意尝试 那我们也是要营造这样的氛围 让路过的消费者 他经过他觉得 哇 这间店怎么 身影价很好 但他没有喝过这间咖啡店 他可能就会愿意进来 买一杯外带的咖啡 最明显的是其中一间分店 因为家装插座 每天营收从1万8提高到3万元 路易莎十年某一件 现在登陆对岸 但等在前面的是老大哥85度C 已经在大陆开了近600家门市 路易莎不急 先在台湾摸索获利模式 累积声势 希望明年一举成功抢摊 TVB新闻客车重讯上安 陈宜山台北采访报导